去年房市比冬天还冷 根据地震局的统计 不只是六都房市交易衰退了16.6% 创下了26年新低 全台房屋交易量也破10年新低记录 商用不动产业者就表示 今年房地产市场景气很难落地 至少要再盘整6年 好不容易送走房市筹云产物的2016 2017年一开春 怎么多头总司令严秉丽还是高兴不起来 那大家都预测今年的市场 在第四季会落地 我的想法是 我看不到怎么落地 你没有量哪来地 所以我说今年啊 今年的大家的心情就像什么 一条歌就心疏下人在 房市交易量初步来 房仲业者心事谁人知 去年房地产交易进冷冻库 参过SARS期 据六都地震局统计 2016全年买卖移转动数 仅18.22万 比前年21.9万动 衰退16.6% 创26年新低记录 而台北市又是六都中 交易最冷的冷冻区 不动产业者预测 去年全台不动产买卖建数 约25万动 交易额628亿 也是破10年新低点 2013年呢 那时候就是 十价登陆开始实施了 2014年预告 房地 就是房地合一税 在做预告 2015年就开始实施了 所以这些政策的影响 一路影响到整个买卖人动数 交易人嗖嗖的不止地上建物 去年一整年 国内土地买卖交易量891亿 同样创金融海啸后新低 市场观望气氛 让房产市场成了价缓跌 量萎缩的熊市 房仲业者以一个煎熬的熬字 形容2017 今年是两年缓跌 四年盘整 也就是说 台湾房产交易市场 若要等到景气回温曙光 恐怕还要再耐心等等了 新台湾在电视综合报道 也就是说 台湾出现了价格 市场观看 市场观看